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赫早已被父亲放弃 阿赫此时是面临着牢狱之灾 早早辍学的他经常在外面打架私混 而这次他伙同好友菜头本打算教训仇家黑伦 但因为菜头的冲动直接导致了黑伦的伤残 陈白白不打算给阿赫机会 法庭上他冷血地向法官表示 自己的确是管教无方 所以希望法院能够将阿赫送进去好好教育 可能他觉得阿赫这样混下去 这种结果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 好在他有个听话的儿子阿豪 阿豪从来没有让家人失望过 他自觉 独立 体贴 几乎是个完美的人 陈白白每年都会把公司当年发的记事本送给阿豪 封面上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 是家校的标语 也是陈白白送给阿豪的记语 他只是个家校教练 但他知道只有把握了现在的时间 才能掌握未来的方向 阿豪虽然仍在教养院 但身后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一家人收拾 女友小鱼怀孕了 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小鱼的父母早逝 便由她的阿姨带大 在阿姨眼里 小鱼小时候是很可爱的 但越长大 她便越不了解这个孩子了 陈妈妈劝导后 小鱼就这样留在家里待产 但却没有像监狱里的阿和提起 还有就是关于赔偿款的事 菜头是煮饭 理应担负大部分的赔偿 但菜头的家里 只剩下行动不便的老太太 没有经济能力 黑伦的爸爸只能来找陈拜拜 陈拜拜自是不会认账的 他觉得黑伦受伤的直接原因是菜头 所以他不会为这件事出一毛钱 见数次商议无果 黑伦爸爸将戏风车开进了驾校 排泄物的恶臭 最终引起了驾校的重视 在上司的调解下 阿温拿出了一部分钱作为补偿 就这样留下的问题好像也都解决了 咱们再回头聊聊阿和吧 在陈妈妈的眼里 阿和小时候也是很可爱的 她喜欢坐自行车 一坐都不肯停下来的那种 但如果不在爱她 她就要闹一晨晚 怎么也不肯睡 到了小学 陈妈妈觉得阿和好像在学校里不开心了 但问不出个所以然 一直到初中加入拳击社 然后开始打打杀杀 到了教养院 秉姓已久顽劣 她用拳头度过了艰难的情人期 她很冷静 很坚决 也很孤独 母亲把她保护得很好 教养院外的家时 她一开不知 直到这天 大哥阿豪把小玉带来 她才第一次知道怀孕的事情 第一次出现躁动和不安 但忙很快被终止 而不久后 她收到大哥的坏消息 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下了补习班的阿豪 洗漱 换衣 将屋子收拾归整 独子又出门了 后半夜 邻居敲响了房门 说一个男孩从居民楼坠下 那可能是阿豪 阿豪很优秀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提及了 他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那样 用功读书 考医大 以后做医生 他的前途是如此的光明 每个人都喜欢阿豪 他阳光 他懂事 他最让人放心 直到最后出事 没有人感到一点点的欲照 阿豪在最后的日子里 认识了一个叫小珍的女生 小珍仰慕着个帅气温暖的男生 他俩常常结伴而行 阿豪给小珍讲了一个司马光的故事 从前 有个叫司马光的男孩 和伙伴一起捉迷藏 司马光找伙伴们躲 所有的伙伴都被找到了 但司马光坚持说 还有一个人 一只众人一起寻找起来 他们最后看到一口大缸 司马光搬起石头 在缸上砸了个大洞 阳光穿过阴影 隐约看到一个人 正全脱在缸里 那人慢慢抬起了头 他就是司马光 小珍没有听懂 但也没有犯的心掌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去了动物园 阿豪告诉他 世界上最公平的 就是太阳了 但他没有给出答案 从此 阿豪再也没有去过补习班 他还是按时早早出门 很晚才回家 没有人知道 他最后的时光 经历了什么 直到出事前 他将最后一条信息 发给小珍 收拾好东西 然后删除了所有的记录 信息里 他解释了 为什么太阳是最公平的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 一整年里 阳光和黑夜 都刚好各占一半 有时阳光会特别地刺眼 在烈日炎炎下 动物园的动物 都找了一个阴影躲了起来 除了动物 身边的人 也都有阴影可以躲藏 弟弟 妈妈 司马光 还有所有人 而他环顾四周 自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躲 自己的身边 只有阳光 没有暗处 明亮温暖 阳光普照 阿豪的突然离世 让一家人陷入长久的悲伤中 在以前 阿豪的董事善良 让阿和讨厌 因为越优秀的阿豪 就越反乘着他的颓废 他于是开始叛逆 开始活成他们说的样子 可现在 那个优秀的哥哥离开了 阿和要怎样面对 接下来的日子呢 他没有想过 在以前 阿豪的董事善良 让陈伯伯欣慰 因为无论阿和如何混账 他还有着希望 那就正由阿和胡闹下去吧 他于是更加疏远 遗忘阿和 可是现在 那个优秀的阿豪离开了 陈伯伯要怎样面对 接下去的日子呢 他不敢想 生命与希望 常常就伴着悲伤而来 小鱼和阿和的孩子出生了 他们俩在狱中办了简陋的婚礼 春节秋来 阿和也服完行期 他依旧冷静 沉默 但没雨间的戾气早已消散 他现在有了一家企业需要保护 而陈伯伯不知如何面对阿和 他躲了起来 一家小维家 避免和阿和的照面 他知道 阿和作为刑满释放人员 找工作的艰辛 他关注着 但没有置身 阿和找了很多的工作 但一问到之前的经历 最后的结果 达到是回去等通知 他最后在一家祭旧店落脚 晚上再到便利店做夜班 他很拼命地在工作 也许真的是阿豪在眷顾着吧 晨白白有天梦到了阿豪 惊醒后 他寻着梦中的记忆 走到了家附近的小巷 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失望中 他又夺不到便利店 撞上了正在工作的阿和 这下没有逃避的借口了 他们第一次平静地交谈 晨白白回到了家里 阿和也建立了自己的小家 晨妈妈打算和小玉 开一家美容院 一家人的生活 渐渐走上了正轨 直到这一天 菜头出狱了 他找到了阿和 先是埋怨他不曾看过自己 又找个由头来借钱 阿和知道 菜头是不会放过他的 果然几天后 菜头又出现了 他想要阿和帮他一个忙 只要阿和拿枪 到立法委员服务处开几枪 他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阿和照做了 陈白白也听到了菜头出狱的消息 悄悄地带着钱低声下起地去找菜头 他希望菜头能够远离自己最后的儿子 菜头对陈白白说 当我出狱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以前的家已经被查封了 用来作为黑轮家的赔偿 奶奶被赶去了养老院 在那时 你们在哪里呢 菜头的确没有放过阿和 再次来到了汽修店 他让阿和开着客户的车带自己上山 在路上 两人争论着当初的事故 阿和坚持说 自己只是让菜头下股黑轮 没让他带刀砍人 菜头说 那时我拿开山刀 你拿西瓜刀 还偷了摩托车 什么时候说过 只是去下下他的 阿和失语了 但他坚称 这是他最后一次为菜头做事了 这次的任务是黑道交易 阿和用一袋货换回了一袋钱 回去的路上 天空下起暴雨 阿和只看到了车 却没有看到菜头 他以为菜头知道回来去 但几天后 学来了另外一群人 他们在阿和扛上车 收拾了一顿 说菜头死了 被人打死的 他们是来找那笔钱的 等问题和菜头的关系时 阿和说 他是个不停找我麻烦的人 阿和被一脚踹下的车 他奔跑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菜头的死 让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再也不用担心受怕地活着了 陈白白和陈妈妈 一到去祭奠死去的阿豪 回去时顺到登山踏青 陈妈妈埋怨 在大儿子死后 陈白白也不曾帮助过阿和 陈白白没有反驳 而就自顾自地说着 那天 他的新闻上偶然看到立法委员枪击案 那个熟悉的声音让他一惊 陈妈妈和他说过 菜头回来了 他知道 菜头就是一切的源头 可是他没有办法 去劝阻菜头远离自己的儿子 于是 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 每天坚持着阿和上班下班 直到那一天 菜头真的出现了 他看到阿和开着车带到山上 急着一包东西走进小路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 菜头下车抽烟 他兴了一横 踩着油门向菜头冲去了 家里正在扫除 收出了一堆的笔记本 这些都是当年 陈白白送给阿豪的 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 是陈白白曾经不断激励阿豪的格言 可阿豪没有在上面 弄过一个字 阿和偷借了一辆自行车 你什么时候就会开锁的 阿和淡淡打道 自己小时候就会了 这一次 他载着母亲 在林荫道上骑行 母亲坐在后座 阳光透过树荫 不明忽暗地 印针在他脸上 他可能想起了阿豪 想起了 最后的那条短信 影片琢磨最多的是 陈白白和阿和两个角色 以阿和出事后 家庭的种种变故为叙事方向 将这个家庭 这群人的故事 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陈白白是冷漠绝情的 在阿和的顽劣之下 他将希望全都寄托于阿豪 他躲到了阴影之中 在心理上 将阿和与自己分割 但阿豪的离去 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 自己与阿和的关系 这才开始用一个父亲的方式 保护着孩子 他的态度 从有恃无恐 恃不关己地决绝 到寻求菜头帮助时的 卑躬屈膝 无可奈何 准变在于 以前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 而现在 他真的只有一个儿子了 阿和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将自己与哥哥分割开 都在阴影之下 将赶伤人的责任 全都推到菜头身上 但阿豪的离去 让他重新开始审视自己 他将受伤的黑伦道歉 向父亲谈论自己的心事 开始承担一个儿子 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们都不得不 直面自己的阴影 而阿豪呢 父亲不断地让他 努力读书 出人头地 但没有人知道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也许他会羡慕 家人对弟弟的放纵 让弟弟可以 随心所欲地生活 也许 他也有着许多的 负面情绪和黑暗面 但他没有办法释放 因为所有人都说 他是一个像阳光般温暖的人 阳光 是不会有黑暗的 阿豪说我没有一个人 真正理解阿豪 但何者是阿豪呢 母亲不知道阿豪 为什么不开心 不知道阿豪 什么时候就会开锁 不知道阿豪 到底有没有去补习班 不知道成拜拜 其实没有去驾校 小玉的阿姨也不知道 小玉是何时 开始疏远自己的 虽然是一家人 却都将心事深埋 虽然是一家人 却都不肯主动地去沟通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阴影 有时候你可以躲藏起来 可以默默地去承受 但当你无法自己处理时 请务必与爱自己的人沟通 让自己有机会 可以从阴影里走出来 或者让自己有机会 可以走进阴影里 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了菜头 那最后 咱们聊聊菜头这个人吧 菜头是个孤儿 和奶奶相依为命地长大 也许注定了 她的成长 会比别人更加的艰难 她确实是自作自受 但你必须承认 这不是贺怜不化的人物 她曾经是把阿和当作兄弟的 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 一股反顾地为阿和出气 砍了黑伦的一条手 已将这段友谊 永远的一刀两断了 两人双双入狱 阿和埋怨菜头的冲动 菜头则对阿和在听诊上的 逼中究情非常的不爽 事情由阿和而起 到最后菜头弄得个家破人亡 本就是孤儿的他 真的一无所有的 她对阿和是有机有恨的 阿和有家人接纳关心 而他却无人挂念 曾经的朋友 已将他看作找麻烦的人 才有报复 报复这家人的冷水势力 才有将阿和拉下水 让他和自己以前一样 做个黑道兄弟 但还有犹豫了 他知道车上的烟味 可能会让阿和丢了工作 选择在车外抽烟 但这个小小的决定 则让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我不会说菜头的犹豫是良心发泄 如果他没死 他可能依旧会一次又一次去接近阿和 谁到阿和冲走老路 但菜头这个人物上的规矩色彩和人性 比起那一家人可能更浓吧 当他们因为爱 而各自疲惫 暗自神伤时 菜头既没有阳光 也没有阴影 因为没有人接纳他 没有人期待他 也没有人在乎他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下订阅 我是懒人 我们下期见